Hello 来大家看是否能看到BBT 看一下一切是否正常 好 没问题 那我们开始今天 还是提前复习一下 看看前天的内容 周一周二的内容怎么样 看看周二的内容 Cruise 来自一组词都是来自Cruise 就是跨越十字架 跨越重洋 我们叫做巡洋 巡航 乘船游览 Cruise cruising Cruise 十字架的点叫做要点 关键要点 Crucify是在十字架上 叫做受苦受折磨 因为那两个都是在十字架上 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叫做折磨受苦 下一个叫十字军东征 Cruise 好 第二组叫做embark 看这次embark The passengers叫做搭载 是上船 登上这个木板 这有一船 这是案 这有一个板子 登上这个木板 叫做上船 着手做disembark 表示的意思叫做下船登陆 下船登陆 好 这边第一个 espy 间谍叫突然看见 台湾墙突然看 间谍活动 间谍行为 circumspec 四处四周看一看 叫做环视 对不对 不是叫做谨慎的 谨慎的 四周看看 谨慎小心 往里看是反省 往回看是回顾 回顾 speculate 推测猜测 好 这边第一个 叫cram cram cram cramped 不要忘了他 塞满 第二个叫cram for the exam cram for the final exam 叫做仓促用功四进备 第二个表示叫做塞满 这个叫做cram for people into the car 车里塞了四个人 cram就是狭窄的 很拥挤狭窄的 好 看下边下一个cadro一起使你高兴的 叫甜蜜语的哄骗coax一样 哄骗劝诱 他跟那个说服那个persuade 可以作为一个改写 这个考研究二作题的时候 注意一下16年的原题 coax 欺骗invago 因为勾引 也叫做引诱 诱使 intice 脑袋的地上induce induce表示叫做引诱 这也是 缩使引诱 诱引诱缩使 elicit 这个咱们补充一下吧 把它补上 这个词也非常重要 现在亚斯托弗里都有这词 那他表示什么呢 他也表示 有的词会说把它翻译上叫做引诱 但他不是说引诱勾引你 不是这个意思 他一般强调是套话 我们说elicit a secret from somebody from him 就从谁那把这个东西诱出来 就是我们东北话叫套话 能理解吧 这叫做elicit 还是往外 把东西给你套出来叫elicit 也叫做引诱 诱出 但他一般强调的是 套出一些信息 又出引诱 其实你看他这个例句 看字典的时候的例句 其实就是我们说所谓的套话 这个字写的旁边叫elicit 认识一下这个词 好 看这边第一个 rumpel 看这图片就能反应过来 什么意思 UMP跟齐聚不平有关 再次齐聚不平 叫做弄褶皱 crumpel还是褶皱 wrinkle 皱纹 对不对 皱纹 Coxcom看这个帅哥就能知道 就叫做爱打扮的男生 对不对 我们叫花儿公子 dandy daddy 想一想小马哥 每次出门要一个小时 来装扮自己 就叫做爱打扮的男人 爱打扮的男人 fob dandy Coxcom看书头的 好 rubbish 垃圾 英式的 美式的 trash 英美的 一样的意思 这两个一般会跟复合词在一起 复合在一起去使用 但是数字PE了 一个是拒绝 名词都成refuse waste的动词浪费 名词也是 叫做垃圾垃圾 废料垃圾 environmental waste 是环境废料 废料垃圾 这是两个数字PE了解一下 afflone流出的是污水 wound 习惯 habit habit acne acne 我顶峰你粉刺 能看到吗 我顶峰你粉刺 acquered acrimony 肩 这个词根是跟什么有关 A词 打扑个牌的是肩 还有酸 肩酸 这叫肩 尖克的 是吧 嗅觉上酸 对不对 我们所说的刺激性的都行 accurate 嗅觉上的酸就是刺激性 会比言词上尖克 这也是尖克 尖克讽刺 accerbic 酸的尖克的 exacerbite的 加强 变尖克 叫恶化 恶化 acumen 表示的意思是什么 叫做 尖尖的男人叫 敏锐 敏锐洞察 敏锐 cumbination 顶峰 事业的这种顶峰 高潮 用它都行 xenith 我说的用宙斯去记 对吧 Zeus 宙斯所居住的奥林匹斯山的山顶 所以可以表示天顶 最高点 加洁市是浪峰 对吧 浪峰 用它 aprogee 原地点 那还有叫pinnacle 也是要顶峰或塔尖 因为它来自于pin 尖这个词 可以是塔尖 咱们看教堂 上面会有什么塔 塔顶 那个尖 pinnacle 通过pin去记 纳迪 Low East Point 那个低 最低点 那一点 Demean Degrade Debase Ease 意思的下降 级别的下降 基础的下降 都叫什么 叫做贬低 降低 贬低 Demean Degrade Debase Ease 好 这边第一个叫做 lump pump plump slump 是跟什么 其中性有关 第一个叫做 一大堆 食物的大块 大堆 或者我们叫做 肿块 都行 胖不就壮吗 这也叫做肿块 胖胖的一团 胖胖的一大堆 这叫什么 摸摸自己的肚子 是不是一大块肉 叫丰满的 丰满 clump 一串一粗暴跌 高高隆起的 高高隆起的是 陀峰 隆起陀峰 隆起陀峰 I'm team 13 14 15 十几个东西 叫做许多 许多 十几个东西 许多 slinter 叫做碎片碎裂 twine twilight 这来自于to 两个东西在一起的 这个叫什么 像样 缠在一起 twist 是不是要扭曲 扭在一起的 叫做什么 叫做缠绕 你可以通过扭曲去 缠绕 动词加强 还是缠 这叫做相互交织缠绕 我们说inter weave 情绪的这种交织 和东西的互相缠绕 你可以叫inter twine interweave 两道光 黄昏 都能想起来吗 好 这边modulate 这个稍微难一点 这组词不是特别好记 叫做modulate thevolume modulate 这个叫调整音量 然后这个调整 一般调整 调整音量用它 modify 叫做调整 改变 就是change 我说转基因 基因的改变 用这个词 现在这个在六级 考研当中 亚瑟当中 考都是转基因 这个意思 modish 叫smart 我们说叫做 流行时髦 通过模特去想一想 时髦的 commodious 能够容纳很多人 让通过 忘了同学看 都让通过谁去记 一定要想象他怎么记 一定要想象他怎么记的 其实我们大部分词汇 还都是有记法的 只有个别的词 确实比较难记的 可能没有记法 咱们可以通过短语 或句子去记一记 大部分词 还都是想想他的记法 叫做容纳很多人 是宽敞 然后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moderate 表示的一条 适度适当 我们回到减轻 latent 迟来的东西 想一想 latent 潜在的疾病 latent disease latent finger prints 这种潜在的 这种犯罪者的 这种指纹 迟来的东西 就叫做潜藏 潜藏隐藏 潜藏的 通过late去记 conceal也是 叫做隐藏 life life 生活充满充实 生活充实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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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充满了很多艰辛 与无奈 今天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天 还聊到我们 那时候刚记新东方的时候 07年08年那个时候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新东方案 特别好 就大家白天上完课 就都是自己 或者三五成群 打打牌 要么就是出国玩一玩 是吧 但是现在可能就不一样 现在也不是不好 就是现在你想的事比较多 因为现在那个时候 才20刚出头嘛 对吧 20 20多岁 现在30多岁 快40岁的时候 你就想 这一会儿过十多年了 12 3年 你可能要干的事就多了 当年挣钱就是一个字 花 20 34岁那个时候 20 45岁 你想想 挣钱就是一个字 就是花 买 这个买 那个买 对吧 那现在好像可能就 就不行 就不行了 所以20多岁的时候 好好珍惜 你们的时光 多充电 多享受生活 20多岁人应该干的 好了 看得差不多 这边第一个 叫做删除 有害的 有害的东西 删掉 有害的东西 Detrimental Destroy your mental 毁掉你 Destroy Destrimental 通过一个联想记忆下 毁掉你的精神 也是有害的东西 有害的东西 ambience 环境气氛 Auja 看这个单词 大家可以写在旁边 补充上 Auja Auja 表示叫做气氛的意思 这个Auja 其实也很好记 它就是来自于Air 看前三个字母 就是Air过来的 叫做气氛 氛围 灵气都行 光环 对 灵光环 氛围 都行 跟我Air去记 ambient是周围的情况 ambient的形成字周围的 周遭的 周围的 ambiguity 这个叫做两个 第二个意思 跟二有关 估计就这俩 叫模棱两可 ambiguous 下一个Bio 两种生活方式 叫做什么呢 叫做 两期动物 amphitheater 叫做环形剧场 环形剧场 incentive 刺激 用钱去刺激大家 来 今天刚开始来 来复习的同学 每人讲了一个红包 来看一下 incentive 用钱去刺激大家 刺激 stimulus 还是刺激 go的目标 有目标 就会有激励 趋势 有目标 有激励 趋势 叫做go to go impetence 也叫做什么 叫做推动 刺激 刺激推动 推动力 好了 昨天说到这吧 对不对 昨天说到这里 看看怎么样 星期二的时候 星期二的时候 说到这还行 行就行 今天晚上可能 可能预计要压 压一会儿 糖 所以有事的同学 提前做好准备 今天晚上预计可能会压15分钟左右 15到20分钟 好 5分钟 我们休息一下 跟小马哥聊一会儿 Hello 来大家看是否能看到PPT 看一下一切是否正常 好 没问题 刚才咱们回顾了一下 星期二的内容 星期二内容 刚才来复习的同学 还整体还是不错的 还是整体不错的 咱们现在距离节课 还剩10次课 然后咱们看一看 可能会给大家加一次课左右 一次最多不超过两次 看咱们整体的进度 但是咱们肯定会在 大家考考试前 就12月份中旬之前 肯定会给大家节课 核心内容会讲完 这大家可以放心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大家等等来听直播 因为这个词汇课呢 其实我上了这么多年 词汇课 就是咱们说从在线这几年 从13年到现在这几年 在线的直播课 历史还是证明 事实还是证明 听这个词汇 还是尽量的听直播 因为听直播的话 大家会有参与感 还能听进去 如果自己孤孤单单听录播 可能压力就会有点大 压力会有点大 所以最后这十次课左右 大家还是要继续坚持 还是要继续坚持 能听到吗 有声音吗 有声音吗 有 不是没声音 有声音 好了 我们今天继续往下来看 今天可能课程会压一会儿糖 会增加一部分时间 增加15分钟左右 来第一个单词 叫做subterranean 读一下 把这几次写下来 subterranean terrestrial extraterrestrial terrestrial terranean inter 要把这个词写下来 对 就是 除了鼻子红 哪都不红 是吧 就希望人红 人也不红 是吧 人不红 只有鼻子红 着急的 急的 后进教室的同学 翻到90页 第一天刚报名的同学 大家先跟这节课记笔记 记笔记的时候 记英文词性和记法 记英文词性和记法 汉语意思不写 然后这节课下课之后 把第一天的课听过 把第一天的课在鼓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词根 terter 这个词根本身表现 earth 是跟什么有关的 是跟土地 地球有关 是跟土地 地球有关 叫做terter 咱们其实这个词根底下 学过的词 比较简单的 就是 看这有没有见过 考过四六级的同学 这个亚斯当中 和托弗当中都有 叫做territory 以前见过这个单词吗 大家 叫做 是不是领土啊 这跟土地有关吗 earth嘛 跟地球土地有关 所以它是跟领土 土地相关 是跟土地有关 所以大家把这个词根 先写下来 旁边写一个首词 希望帮你能够理解 这个词 所以还有一个词啊 大家可能很多东西 结婚的时候 都想去一个地方 叫做 这个我忽然想起它了 叫做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接婚的时候 都想去哪 度蜜月啊 叫做什么 叫做你看 meddy 咱们讲过这个前 是个词根哦 medium 咱们讲过这个词根嘛 是不是跟中间有关啊 中 这是土地嘛 后面也是ocean 地中海 地中海 所以写两个熟词啊 咱们其实每次讲词根的时候 也是大部分词根 都是可以用熟词解释的 对不对 叫做地中海 好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单词 这个叫地下的 这能力解采 看这种地下洞穴 能力把它往下走的 往里延伸 可能大概有十几公里的 这个叫做subterranean 还是比较好记得 你看地下 地下的洞穴 subterranean Kevin 地下的那种大型的洞穴 或者是这种 什么什么样的一些 机关暗道 墓穴都行 好 第二个单词叫做terrestrial terrestrial这个词就是词根 还加了个al 咸诺后缀 它叫陆地的 地球的 大家如果觉得不好记 通过一个联想 拆分一下去记 你看前半部分是跟土地有关 第二部分中间有哪个词 rest 休息 在陆地上休息 这样去记 在陆地上休息 那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陆地的 陆地气息的 陆地的 陆地气息的 叫做terrestrial 第二个词 叫做extraterrestrial 我们在以前听过一个词 叫et 听过它吗 听过这et 怎么回事 听过吧 听过吧 eti 就是外星人 就是这个词的解写 你看这个后半截 terrestrial 叫做地球 跟老师读一读 那extraterrestrial 就是我们是叫地球以外 外星球的 我们叫外星人 咱们应该有同学见过 外星人 你可以看 下次看到外星人的时候 就喊这个词 叫extraterrestrial 但是我估计看到的时候 太兴奋了 估计忘了说什么了 下次试一试 et就是它 地下 在地上休息 地球 地球以外 叫做外星 好 下一个单词叫terrace terrace表示叫做梯田 或者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看台都行 体育场咱们都看过吧 体育场那看台 咱们所在的城市 都有体育场吧 如果去那个古罗马斗兽场 也是一层一层下来的 一层 梯田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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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的 这个叫做terrace 那怎么去记它呢 记住老师的解释 后面通过race去记 你就记住 看比赛的土地 所以这个叫土地吗 看比赛的地方 这个叫做看台 第二个呢 想想看台一层一层的 是这个梯田的这种地貌 地势 叫做terrace terrace 好 看下面下一个词叫terrain 叫做地势地形 这个大家通过雨去记 下过雨后的 下过雨后的土地 那叫做地势地形 看比赛的通过race去记 这个叫做梯田看台 看台是看比赛 下面下过雨后的地形地势 好 最后两个词 其实也比较好理解 注意这个词不是读成inter了 它不是那个前缀了 它单独是一个单词 它等于我们很早以前 学过这两个单词 来记得的请打一 不要写汉用意词 忘记的补上 记得的请打一 忘记的就补上就行了 就讲过人这个词 是不是也跟土地有关 你看在土地里 把人埋进去 把人挖出来 叫埋葬和挖掘 埋葬挖掘 那这个造词是一样的 你看也是在土里 注意它说明在第二点 inter和disinter inter和disinter 埋葬挖掘尸体 埋葬挖掘尸体 好 把这五个词跟老师过一下 第一个叫做subterranean subterranean叫做地下 地下的 在地上休息是地球 地球以外外星 看比赛是看台 找特点去记 下雨后的地势不好 特别泥泞坑坑洼洼洼的 地势 在土里在土外 我们焚噪以前 好像给大家讲过这样的词 叫做subterfuge 大家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我说逃到土地之下 这个fug这个词根 是跟逃走有关 就找一个借口 托词去逃掉 逃到土地之下 在subterfuge 这也是之前咱们讲过的 excuse 顿词借口 忘记在写一遍 也是来自这个词根 找个地方逃走 钻走 好 我们继续玩一下 看这个图片 把这个图片有个印象 想一想 走到里面 越往走 越往下 走到很深的这样的 一个大的同学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potable potable这个单词叫 事与饮用 我们常说的叫什么 就是drinkable 不要写汉语意思 刚刚报名的同学 没关系 咱们这节课先跟直播 下课呢 明天没有课 明天可以把录播补上 第一节课至少先听了 它跟drinkable同一词写上 potable drinkable 后进教师的同学 90页 那大家注意一下 要跟谁做一个区别 要跟这个单词叫做potable potable它表示的意思 叫什么 叫便携的 因为port这个词 之前给大家提过 它表示的意思叫carry 这是一对行进词 就是跟bama进口出口 往里带往外带 这是能携带 这叫便携 这个词代通过水计 pot pot叫什么 是不是叫锅 糊 简单讲能用锅装的 你看下语 就是咱们院子里 摆满了锅碗瓢盆 叫做 适于饮用的 能喝的 适于饮用能喝的 好 版本写上 这是能喝 还有个词叫做 可食用的 edible 这个字 看能不能理解 能能看出来 它怎么变的 它是来自于谁 edible 为什么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能吃 前半部分影射的是谁 是吧 完全像福克老师所讲的 一个基本造词吧 前面就是eat的变形 edible ea和e是一样 t和d 是一样的 edible 那如果说叫做inedible 这个怎么理解 inedible就是不能吃 它中间部分 这俩字母 ed 是来自于eat这个词 跟吃有关 就是eatable 就这个造词 能吃的 但是如果它变的话 变化也有点大 但是我跟你讲 我完全符合老师讲的 这第一天的基本变形 能用锅装的是可引用 这是便携 另外它还有一个词 叫potion 大家可以写在它的旁边 你看写在旁边 也是我们在阅读当中 这个医疗类 医学类的文章 医学类的文章 提到了一个词 potion表示的意思 就叫做一剂药一服药 我们常说的 引记一服药 一记一服 用这个单词 就是dose 它跟dose的意思比较接近 也是吗 你看能喝吗 咱们以前生病的时候 喝那一瓶子 什么一记 什么这个糖浆 那个水的 对吧 这个potion 你可以写在一起 这是能够喝 这是喝一次potion 好 看下边 这组次 大家看这个图片 都能猜出来了 这是怎么的了 看这个图片 能反应过来吧 这干嘛呢 这是 这是什么 什么 堵车了 对不对 就堵车了 好把它写下来 第一个 congest 第二个 ingestion ingest gestation gesticulate gesture 好把这字写下来 有的时候交通灯坏 特别大城市 我们原来在北京 下雨的时候 北京城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堵车 陆琪今天没来 是吧 对谁不来 只要陆琪不来 大家就会发现 好 第一个 congest ingestion ingest gestation 和 gesticulate gesture 把这些字写一下 赶快呼喊陆琪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组词 gest 作为词根来讲 它也表示什么意思呢 叫做carry 你看表示这个carry 它其实词源不一样 但是 看有哪几个词根 还有谁呢 就是port 还有就是fer 这几个词根 大家有印象吗 他们其实都是表示carry 你可以都写在一起 fer gest 和port p-o-r-t 都是表示 搬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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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词根底下 其实最简单的单词是谁呢 是这个单词 大家看一下这个词 我们在四六级里有没有背过 这个词根底下 其实最简单的单词是这个词 叫做register 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提供吗 可能会看到一些产品上 有一个小括号 有一个小r 画个圆圈 写个小r 对不对 写个小r嘛 那就是再次带来 开学了 把学生证都带来 做这样的一个什么呢 登记注册 这里边其实就是来自这个词 跟携带运输有关 对不对 携带运输有关 登记注册 那我们看这第一个单词 这怎么带呢 这叫一起带来 同时 比如说在这个时间 同时人全来了 那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拥挤集满 它的用法呢 也是叫with be congested with 其实老师在解释 同时把来同时带来 所以为什么咱们上下班 大家坐那个高峰地铁的时候 高峰走那个长安街的时候 这个叫做一起同时带来 叫做拥挤充满 第二还表示充血 这个咱们学一的东西 知道它第二个意思 充血也是它 叫congest congestion 好 第二个单词叫做indigestion 那它其实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这个词 叫做digest digest大家有学过吗 这个词叫做什么 叫做消化 看到这个单词 有见过吗 叫做消化 叫做消化 DI作为前却 还是跟分开有关 就是分开带 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 都怎么吃 一般来说 妈妈告诉你吃饭 一口一口吃 是这种感觉吗 吃完下去之后 分开带 是这种 一点一点带 一点一点分开去往下送入的感觉 这个叫做消化 你不能同时一天 同时一起带来 就堵那了 塞满了 一下炫不进去了 但是分开带是叫消化 digest 那这个indigestion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消化不良 digestion就是消化嘛 名词在这 那这个indigestion叫做消化不良 这个意思比较直接否定 就是不消化 你想想咱们吃饭的时候 吃个馒头 没人说把这馒头直接塞嘴里 那堵那了 咽一样一去涂出来 分开 掰碎了 一块一块吃 这叫做消化 digestion indigestion congest同时带来这是毒 拥挤 ingest 这往哪带 往里带 我们这叫什么呢 叫做摄取吸收 简单一点的四级词汇 就是intake 这东西吧 往里带 带入身体之内 带入到身体里面 这个叫做摄取吸收 intake intake 摄取吸收 能量 营养 好 下面这几个 第一个叫做gestation 它的动词就是gestate 这个意思离得稍微有点远 因为它这个携带这个行为 范围太广了 你带什么东西都能顺 所以不是特别好记 所以建议大家通过英英去记 它的同义词等于 我们很早以前讲过 这样的一个单词 大家还记得吗 有同义已经写出来了 看看郭妞同学已经写出来了 叫郭 叫conceive 还记得吗 conceive这个单词 叫什么意思来的 conceive a baby receive conceive perceive deceive 还记得那个故事吗 收到女友怀孕的消息 感觉像被欺骗 想起来吧 这是怀孕 所以它想就是 带来一种想法 这就是构思 带来一个生命 带来生命 大家以后 女同学可能大部分 女同学都要做baby的 怀孕的时候 我都说了 怀孕的时候就夫妻饭刺办 孩子生出来 辞婚量就花钱 明白了吧 那个时候 要你怀孕的时候 大家也没啥事 所以要知道 带来一个生命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 怀孕 叫做怀孕 胎教的时候就说 今天也看看根哥 把根哥的海报 都贴在家里的墙上 如果你老公长得 没有帅的话 未来老公 如果没有我帅的话 天天看看我 妈妈 孩子没这儿 也可能会很 是吧 也很帅气 是吧 长得也像我 麻烦了 好 看下边 这两个词 他俩是一组 他俩是一组 我跟你说 这个真事 就是真的 就当年我在新东方 那时候20多岁 我们部门的秘书 桌面就是我 但他并不暗恋我 就是他说 我老公长得太难看了 他那时候怀孕的时候 他的桌面的图片 当时我 那时候我是20多岁 然后他说 天天看着那个 那时候他比我大 他不能光叫根哥了 天天看取根 让我儿子长出来帅点 当时就是那种 那个年轻时候还行 现在就日本名玩独子了 老了就完了 叫做带来生命 叫做怀孕构思 Gesticulate和Gesture 这俩放到一起 他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我们前两天 背了一个词 星期一的词 叫Posture 大家还记得吗 Posture Posture 还记得他吗 摆一个pose 摆什么来的 姿势 实力夸自己 就是 那时候确实是 捧的人比较多 现在岁数大了 一般大家都不理我了 Posture叫做姿势态度 对不对 姿势态度 那这个Gesture也是 他一般强调的是首饰 打一个首饰 一个是首饰 这是做首饰 这俩是一组 Gesticulate gesture Gestation conceive 怀孕 往里带是吸收 吸收 就是不消化 消化不良 同时带来 be congested with 叫做集满拥挤 集满拥挤 好 下边 下一个 叫做overcrowd overcrowd 他儿子应该 至少得小去 二三年级了 他那时候应该是 一零年吧 左右吧 现在这都一九年了 九岁呢 不也在二三年级了 差不多 overcrowd 表示的意思 叫做过度拥挤 这个意思比较直接 这比较 比较直接了 crowd 人群嘛 人群过多 也是过度拥挤的意思 过度拥挤 但这个词 大家一定要作为重点去记 因为我们现在基础词汇当中 都是用什么比较多 用这个jam用的比较多 但我们今后你看那个新闻 看一些外刊 讲到了交通阻塞的时候 这个用的是最多的 congestion 这个用的非常多 当然我们在口语当中 就用这个可能会多一些 但以后你看外刊 我看外刊新闻的时候 经常写这个词 congestion congest 阻塞 充满 主色充满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几个词 第一个叫做subterranean passage 看形容词修饰名词 能看到吗 叫做什么 叫做地下的通道 passage表示通道 地下通道 地下的 ter这个词是跟土地有关 pultible water 我们叫做饮用水 这个表达的话出来 anagram一样 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用这个词来表达 好 of neighborhood sewers 就是这种非常拥挤的 临近下水道网络 非常拥挤的这样的一些网络 congested 形容词用异地的形式 通过这个例句 大概就能明白它怎么用 形容词就是名词 那这个形容词用异地形式 拥挤的东西 拥挤的道路 congested road congested 用这个词就行 好 看下边 就学会词汇的升级 看下边下一组词 第一个 evoke 动手写一下 这个词根也是蛮好记得 voc vok 作为词根是表示呼喊的意思 动手写下来 看为什么叫呼喊 我这样写出来就能明白 evoke convoke revoke equivocal invoke provoke vociferous 来最后一个词我讲过 很好奇根哥的习辅 支持根哥的人都是根哥的媳妇 不管男生女生 我都不介意 只要爱我的都是我媳妇 来 evoke convoke revoke equivocal invoke provoke 好 最后一个词大家还记得不 vociferous 来 记得的打一 忘记的打二 还记不记得 动手想起来 这不带来了声音 firm 对不对 带来了声音 带来声音叫嘈杂的 叫做嘈杂的 好 动手写一写 其实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我去日本 这个当时真吓了我一跳 六月份我去日本的时候 在京都的酒店 那个前台 就是我的学生 当时他看到我的时候 就是他就是这个表情 就是 我一点不夸张 绝对真实 真实的事情 就是这 当时就是这样 我一进酒店 我说check in 然后 当时就是这样的 就是 你不是 就这样的 他在日本留学 一个女孩 当然那女孩 在日本留学 四川的女孩 四川的女孩 没有合影 因为他在正在那个前台工作 前台的 receptionist 弄得我也特别尴尬 应该没我这么浮夸 对 差不多吧 好 VOK VOC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关键 只有他知道 我跟谁一块去了 这个是我当时特别尴尬的事 好 VOK VOC VOK和VOC 这个词文是跟说话呼喊有关 说话和呼喊有一些关系 大家想想voice 第一个 e作为前缀来讲 表示向外 对不对 所以就喊出来 叫做什么呢 叫做唤起或者是引起 把你内心的话让你说出来 叫做evoke 比如说引起了一阵笑声 你可以叫做evoke a laughter 能解吧 比如老师讲了个段子 大家哈哈哄堂大笑 这个叫evoke 第二还表示 引起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导致 就是哪个词 引起导致 就是我们所说的lead to 对不对 第一个意思 表示唤起 唤起某种情绪 比如说唤起了 他对于青春的回忆 你可以叫什么 叫evoke 什么样 memories of her youth evoke memories of her youth 都行 比如说唤起了我的同情 evoke my sympathy 极无动词 第二个还可以表示引起导致的意思 好下一个单词 convoke convoke叫什么呢 记住 喊出来是唤起 引起 第二个叫做convoke convoke 记住老师的解释叫 喊到一起 来 大家今天晚上一会儿 咱们九点下课的时候 手拿万词般讲义 直接到天安门广场集合 把大家喊到一起 这个叫做召集 召集 手拿万词般讲义 到天安门集合 convoke 好下一个单词叫做revoke re作为前却表示往回 所以记住老师的解释往哪儿喊 叫喊回来 叫做收回取消 比如说revoke my order 大家脑子里拽着 咱们之前其实讲了不少 还记得之前讲的吧 比如说rescined 有印象吗 repeal 撤销收回所说的话 现在都是re 还有recount 唱反调 recent 马上就回一回这几个 忘了没事 再来一遍 只要前面没缺过课 你缺课的话就正常补课就行了 这个来自于剪刀吧 撤销 剪刀 这是往回拉铺 把说过的话拉回来 repeal repeal the law 撤销法律 废除法律 recount是来自唱歌这个词 这叫revoke 好 那你看 这个词该怎么理解 如果说叫做irrevocable 同学们 irrevocable 这个能猜出来吗 这个变化稍微有点大 所以我重写一下 但是其实这是一样的 irrevocable 这里写旁边 它变化有点大 阅读的时候不一定能看出来 你要读就能反应过来 不读可能反应不过来 vok又变回了voc 叫什么 叫做不能取消 不可改变 不能取消的 revoque revoque my order 就是撤销了命令 revoque his promise 收回了他的承诺都行 好看下面下一个单词 叫做equivocal equivocal表示模棱两可的 这为什么叫模棱两可 equ还是跟什么有关 相等 对不对 voc呢还是跟声音 就声音几乎一样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跟人聊了半天 以为是你妈的 仔细一看是你二姨 是这意思吧 这叫做他俩声音特别像 模棱两可 模棱两可 等于我们昨天讲的 不要写汉语意思 不要写汉语意思 等于我们昨天讲的 ambiguity 记得他吗 ambiguity 模棱两可 有的时候我们听歌也是一样 以为张恋影呢 听了一个小时了 一看CD封面 李玉春 那叫吧 这声音特别像 他俩 叫equivocal 声音相同 模棱两可的 好 这个in 我说过in 如果是动词的话 一般就表示什么 比较加强 对不对 in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其实就是表示加强 表示一个加强的概念 那这个词就是去喊 对一个人去喊 叫做 第一个叫恳求 第二也表示引起导致 他俩是同一词 第二个引起导致是同一词 等于我们说是leader to 第一个意思 恳求就是back 恳求或者是我们叫做 引起导致 invoke invoke 去跟一个人去喊 去说 喊出来 好 下一个词 这在哪喊呢 pro表在哪 在前面喊 叫做激怒 叫做激怒 你看有时候我们小的时候 看到邻居家有狗 你就在这狗前面 是吧 你总聊那狗 最后那狗 怎么着 一扑过来 咬你一口 这叫做激怒 恶鸡眼 叫provoke 要知道一下 在前面使劲喊 小的时候 你看你在你妈面前 使劲喊 那时候 我不去 我不吃 给你妈惹鸡眼了 哗 一个大嘴巴子 伸脸上了 是吧 这叫做 provoke somebody make somebody angry 那他的形容词写上 就是考验里面有考过 考验里面有考过的 亚斯里面的也有考过的 这两个考试当中考过 叫provocative 所以还是 后缀变 但意思没变 看 可以变成c了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 叫做煽动性的 这种煽动性的 激起的 煽动性的 你的激怒 叫provoke provocative provoke 好了 来把这几个词跟老师过一下 你看看这个东西 喊出来的 叫做 引起 唤起 激起 唤起 激起 你 把你心里的东西一股脑说出来 这个叫做唤起了一些情绪 evoke my sympathy 唤起了我的同情 喊到一起是召集 给自己讲一遍 通过前缀去讲 喊到一块召集 喊回来 revoke 叫做什么 rescined repeal 撤回取消 withdraw equivocal 声音相同 voice 声音 他俩声太像了 记住老师的解释 这俩声太像了 模棱两可 ambiguous invoke 叫lead to 引起 或者恳求 invo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说please 在前面喊 激怒 你看咱们两方对对峙的时候 也是在他 这个讨敌骂阵 是吧 在这个前方讨敌骂阵 这叫做激起激怒 pervocative pervoke pervocive 带来声音 嘈杂 嘈杂 好的 这两个词 其实也算是两个比较熟悉的词 我们在以前基础词汇当时学的 这叫做燃料 这个意思大家有学过吧 feel 这不叫燃料的意思 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 引起 就是咱们所说的火上浇油 明白这种感觉吧 火上浇油 你看你们家有俩孩子 你妈正训你小弟呢 然后训到杏团上 你再来两天 妈那天 他还拿你十块钱呢 最后 本来不想动手 一听说这消息 火上浇油 这个叫做引起导致 其实也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leader to 记住吗 leader to invoke evoke trigger 叫手枪的扳机 家里有手枪的同学回忆 一开扳机也是 机器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这个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a few b 谁导致谁 a导致了b 那谁是原因啊 a是原因 看到吗 a导致了b a是原因 a是原因 别证错 那这也是 比如说a invoke b 这能看出来 a引起了b a是原因 前面是原因 好 我们来看这个是ford ford这个单词 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词 就是福特汽车 男同学是都熟吧 福克斯 有没有终于猜个朋友了 有没有终于个 有啊 我好终于呀 Tom Ford 这一看是女同学 一期地闭同学 你是女同学吗 没有啊 感到 好多个 雷同学 看 Tom Ford 别想那个啊 这个ford 为什么我们叫做涉水呢 就在水里走啊 记住 他其实影射的就是谁啊 他也影射的 还是就是脚这个单词 汤水嘛 foot 他是跟foot同源的 这要通过童言词解释的话 哎 这跟脚有关 就汤着走 在水里往往里汤着往往前走 但你通过福特 去车去记就好记 啊 能过水的 啊 涉水 汤水 啊 是吧 汤水 涉水 啊 喂的也是 这个咱们男生啊 打篮球的韦德 听不懂 讲讲是吧 也是啊 叫汤水 啊 汤过拔涉 啊 也是这词 哎 这个 他是来自于哪个词根 就是味的这个词根 是跟走有关 to go 咱们学过侵略那词们 侵略在四六级里 看有没有背过 像这个词吗 爱叫引味的 往里走吗 走进去吗 这叫做侵略 这还是走 在哪走 在水里走 water 所以还是啊 在水里走 一辆汤水啊 在水里走 就这俩词 当然记住就行了 啊 记住就可以了啊 那你看这个里面这个例句当中 他也说到了 他说什么 叫做 哎 这个福特车的例句 比如说我们说啊 蹚过这个 小溪 对不对 哎 过这个河啊 作为动词来讲 就直接作为基乎动词 直接修饰名词就行了 啊 你说叫做 Ford the river 啊 对吧 就是我们说叫做 Drive or walk Walk cross 啊 想到这个意思 啊 A shallow place in the river 啊 想到这个意思啊 基乎动词 直接就行了 Wade和Ford 啊 在水里走 和福特车 都是汤水 啊 汤水 啊 好 看这个动作 大家脑子里能想起谁 向前拉伸 还记得那个图片吗 好像是坐里外吧 向前去拉伸 能想起来那个词吗 哪个单词 非常好 看七七 第一个反应过来了 叫做 Prow straight 忘记的朋友回忆一下啊 向前 我说叫拉伸 是不是stretch stretch 是不是说过 向前拉伸啊 stretch 向前拉伸自己 这种感觉啊 叫做 俯卧的 大家都有印象吗 都还记得这个词吗 叫做 俯卧的 啊 俯卧 向前拉伸的感觉啊 Prowing也是向前啊 在考试当中呢 一般考这个考的比较多 就是考我们叫做 意欲 怎么怎么样 写下来 Be prone to 把这几个prone 写下来啊 他国内国外考试 常考的 就这几个 第一个 Be prone to 第二个 Be disposed to 第三个 Be apt to Be liable to 啊 这个to呢 后面可以接 to do something 或者是接to something 都这样去用就行了 接动词就接to do 当作不定适用啊 但接名词 它就是一个介词了 啊 所以这个要了解一下 啊 比如说 这个容易受伤 你可以叫什么 叫做 prone to injure injure 受伤 伤害 那个单词 结果吧 啊 比如说更容易出错 prone to error 容易怎么怎么样 这个要知道一下啊 叫做容易怎么怎么样 异于 异于怎么怎么样的啊 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 容易怎么怎么样的 异于怎么怎么样的啊 异于怎么怎么样的 比如说特别容易啊 忽视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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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警示标志 你可以叫做prone to ignore prone to 动词 ignore warning signs 直接用就可以了啊 好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些词 怎么去记它啊 dispose这个单词 它的名词我是讲过了 它的名词是谁来的 大家看还记不记得它 叫做disposition 告诉老师什么意思 它为什么叫做倾向于做 异于怎么怎么样 倾向于异于 它是来自于谁啊 disposition叫性情性格 性情不好 是不舒服小便 向前的性情性格叫倾向 这三个词再来一遍啊 disposition indisposition predisposition 这三个有点印象吗 串起来啊 性情 indisposition 连起来写 叫做小病不舒服 向前的 向某一个方向 有这样的一种性情 就是一种倾向喜好 所以这个dispose 是不是去这个意思吗 一个人的性情 对于什么东西 有这样的一种性情 也叫做异于做 我们在六级考试当中 考的是什么意思啊 来大学四六级的同学 注意啊 六级当中考的是 处理掉解决掉 处理解决 叫dispose of 他考这个意思 但在万词办这个难度啊 咱们上升一个 讲他常用的第二个意思 叫倾向于 第一个要表示处理啊 第二个就是倾向于啊 apt也是 然后他为什么叫做 叫做这个倾向于 异于怎么怎么样 他其实是谁的简写 他是这个词的简写 appropriate appropriate 接线成apt 叫做适合嘛 对这个事他很适合 也是倾向于 哎 倾向于是他的一个简写 liable就来这里躺啊 你看倾向于躺着 躺在哪一方向 躺在哪一个方向 也叫做异于做 也叫做异于做啊 在四六级考试当中 四六级考试当中啊 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这三个 他们仨就比较通考 六级啊考验里都考过 但这个基本还是在留学当中 和英专的同学要终点记下这个词 稍微难一些啊 这三个在六级考验当中都出现了啊 prone to be disposed to be apt to be liable to liable是来自来啊 你还要往谁哪个方向躺 就是异于做什么事情啊 好 看下边啊 这个词是不是讲过了 genitor 在我们班讲过没这词 讲过了吧 最近咱们讲的是doorman 对不对 看门人啊 是不是啊 或者我们叫做清洁工 咱们之前讲了一个词叫做warden 是不是 warden叫什么意思 在这里提到的哦 忘记了再回忆一下 是不是来自于病房 那个词下一个叫做监狱长点狱官 还是这个词吧 看管理人 监狱长管理人啊 别忘了啊 管理人看护人那个单词 当时补充这个单词了 也是跟看管相关 然后叫看门人 doorman啊 第二个意思 看这个图片就能明白 这干嘛呢 叫清洁 清洁工啊 好 看下边 这一组词来写下来 第一个 devolve convoluted revolved voluble convolve revolve 好 东方写一件啊 谢谢啊 volve这个词根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volve作为词根来讲 他本身表示turn 叫做旋转啊 跟转有关啊 表示turn 大家知道一个车的名字吧 叫什么来的 叫沃尔沃 听过吗 沃尔沃 跟转动有关 大家当然以前也学过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词 比如说卷入包含 引爆往里卷吧 把这个事啊 卷进了 卷入包含 还有evolve 这个单词吧 意表示向外 对不对 叫做演变 对吧 发展 进化 演变 进化 发展 这两个词还是比较基础的 像involve 这属于中学里面的词了 卷入啊 往里卷啊 好 那我们来看看补充的这些词啊 第一个呢 这叫devolve devolve 你看这是往哪啊 往下转 大家看出来了吗 哎 强调这个意思啊 这是头 头把这些任务给怎么掉 给转到下面人去做 啊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基础老师的解释叫做向下转 叫做啊 传下啊 对吧 或者我们叫做移交都行 财产啊 对不对 遗产这种的啊 传下去传给下面的人啊 或者表示我们说这个 呃 权力的这种移交啊 都行 啊 都可以啊 比如说我举一个 造一个小句子 挺可以听一下啊 说 说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volved most tax-raising powers to the regional authorities 能听懂这句话吗 能听懂这句话吗 Centary government devolved the tax-raising powers to regional regional region叫什么意思 这能听懂吧 regional authorities 就是中央政府啊 把什么呀 把这个大部分征税的这个权利交给了地方当局 交给了地区嘛 对不对 交给了当地地区的啊 这个强调的是权力的这样的一种下放啊 移交啊 或者我们叫做财产的这种移交都行啊 财产的这样的一个啊 船下机遇都行啊 在如果大家考过四六级的话 看这个词见不见过 叫做delegate 这个在六级班我还讲咯 六级的阅读里面考过的原词 叫delegate 是不是也叫做 委派呀 把这个权利下放给谁谁谁 移交给谁 授权给谁 跟他可以作为一个进一词啊 下放权利吗 delegate 有一篇文章当年考的是好的领导者 如果要上半年上六级班 我带的时候 咱们讲那个文章了啊 好 看下一个单词啊 这叫做往下传 把这个事传给下面的人 记住老师你看这个图片 中央在这呢 传给地方 传下一胶啊 好 下一个单词叫convoluted 这叫记住老师解 叫卷到一起来 所以叫什么呢 叫做盘绕的卷曲的 第二个是重点 叫做什么呢 叫做complicated 什么意思来的 我们说叫做复杂 复杂的 convoluted 卷到一起 记住老师的解释啊 所有东西全都全缠一块了 所有问题全都缠在一起了啊 这个我们叫做盘绕的弯曲的东西 比如说convoluted coastline 这大家能猜出来什么意思吧 coast coastline 该怎么理解 什么叫做coastline 叫海岸线吧 那什么叫做convoluted convoluted coastline 这里面就怎么翻了 你不能翻成叫做卷曲的海岸线 哎 蜿蜒的 对不对 哎 就这种蜿蜒的 哎 取取折折的啊 第二个还表示我们说问题的复杂啊 问题的复杂男种啊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revolved 来继续来看这边词啊 这个单词呢 它的名词大家非常熟 就是我们常说叫做revolution revolution叫啥的 革命 这样这个单词吗 revolution啊 革命啊 那不是造反吗 对不对 那革命不就是造反吗 改革 推翻原来的东西 revolved啊 所以这个re强调什么呢 叫做相反 转到你的对立面 就是我们所说的turn against 看他的造词 volve变成vote了 这单他同根的啊 转到你的对立面 叫反叛 啊 叫做反叛造反 啊 反叛造反啊 好 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voluble啊 voluble表示的意思叫做跌跌不休的说 啊 那这个后半分他映射的是able 什么东西不停转动 基础老师的解释就是一个人的嘴巴啊 能够转动 嘴巴不停转动 这种感觉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跌跌不休 啊 口若悬河 滔滔滔不绝 啊 叫做voluble 啊 voluble 啊 老郭来了 是吧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convolve convolve动词跟他意思相近啊 看这儿能看到了吗 叫做盘绕啊 缠绕的意思 convolve 缠到了一起 卷到一起 就老实的解释啊 你看 就是turn啊 转到一起来啊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revolve revolve表示的意思叫做旋转啊 这个re表示就再一次他不要跟谁哪个混 这俩特别容易混 看见没 我当年在背的时候就不想能踢 这俩不要混了啊 反过来踢别人 这就是造反反叛 另外呢 沃尔沃的再次沃尔沃 这是旋转 revolve 叫做旋转的意思啊 这两个不要混啊 好了啊 闭上眼睛想一想通过前缀去区别啊 卷到一起就缠在了一起 叫缠绕盘绕 那引申为什么意思 好多的问题缠到一起就复杂啊 那再一次转呢 就是旋转 再次沃尔沃 叫做revolve 叫做旋转 旋转跳约 我笔折颜 想想这个这个动作啊 说的fan revolved slowly fan 对吧 电扇 对吧 revolved slowly 旋转 慢慢的旋转 又会用这个词啊 revolved是造反 能够转动 形容人 叫做跌跌不休 嘴巴不停在那儿说 往下转 转给下面的人做 叫做传下 传下一叫 传下一叫 好 我们继续玩来看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叫做dodge 加油啊 45分钟过去了 好发言 好几个都有 哥的好发言 加油了 叫做dodge 来读一读 啊 dodge 等一下啊 第二个sham 啊 is true 亥克帝国吧 是吧 下一个叫做 circumvent 啊 把这几个词看看 跟躲避有关 躲避避开 写完的同学 先回忆一下 记不记得 你还记得吗 avert 他是啥 记忆中散落的一整发 喧哗的都一啥呀 还记得吗 哎 是不是 avoid的吧 就避免啊 避开 啊 比如avert your eyes 有印象吗 avert your eyes 当时我造了这个短语吧 就避开你的目光 很羞涩 一看到我就很羞涩 所以就避开了 啊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啊 叫做躲 这个躲呢 一般强调的是快速的躲 能里吧 i强调的是快速的躲 啊 所以大家通过谐言记一记 你看dodge 就是躲之 这样记一记 叫做躲之 比如dodge the bullet 躲开子弹 避开 dodge something 他是这个动作 能里吧 就是迎面飞过来一个东西 sir 阿尚这种躲开 dodge 啊 躲之 那有一个词跟他 跟他 放到一块去使用的话 哪个词呢 就是taxdodge 两个词性 名词动词都行啊 名词动词都行 taxdodge 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什么 叫做 哎 躲税 对不对 哎 躲税 啊 躲税 啊 避税 避税就没有合理的 记住了 正常都得交 啊 你在那个火车场 啊 火车场去了 这个火车站 飞机场 如果有人会问你 这票要不要 那个票要不要 不要给我 火车票他都能走走账的 啊 是吧 躲税啊 一般用这个词 啊 好 下一个单词啊 叫做shun 啊 shun 这个大家通过谐音记忆记啊 就是闪 闪开 他一般强调的是什么呢 一般强调的是故意的避开 比如说I was shunning you 啊 我说总是避着你啊 看到 因为 前男友和现男友不能见面 啊 两人见面容易打起来 他总是避开 闪开 他有指故意的躲开 避开 故意的避开 shun somebody 啊 故意的避开啊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 is true啊 这个比较难记 不套记啊 啊 大家看一下tru这个词学过 tru是不是叫做咀嚼啊 这件事大家通过一个联想去记了啊 去哪儿嚼呢 ec想的ex上外边吃去 比如说你也到了这个回民餐厅 有些东西就不能吃上外边上外边吃去 啊 对吧 比如你到了什么满足餐厅 上外边吃上外边吃去 这东西不能吃啊 所以他 他一般强调的是什么呢 一般都指宗教上的教会上的这种避回避开 啊 一般都强调这个意思啊 一般都指可能指教会上宗教上的避开 居多 你记住啊 去外面吃啊 躲一下躲避啊 避开 也是指这种故意的 避开避会 啊 叫is true is true啊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circumvent vent这个词根 大家看一下啊 它是跟什么有关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to come 是跟来有关 啊 这个vent这个词根大家认识啊 表示的意思叫to come 是来 啊 其实他跟谁是一对 他跟vent是一对 vent是什么 告诉根哥 vent叫去 是不是 vent啊 这是去吗 对不对 vent这是来 他俩是一对 其实所谓来和去也是相对而言 我说他去你家了 你肯定说他来我家 但都是他这个动作 都是他这个动作啊 所以一个来一个去啊 这怎么来啊 circum术叫绕圈 绕一圈过来 比如说a到bd 直接这么来就行 对吧 他非得怎么着 他非得这么兜一圈啊 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绕一圈来 所以他一般都指机制的躲避 避开 叫做circumvent 有指啊 机制的绕一圈过来 他不是直接 他不是直接来 是绕一圈来 有指这种机制的躲避 避开 你看有的人会避开一些什么法律 会做一些事情 这个叫circumvent the law 明白了吧 circumvent the law 用这个单词就行 好了把这几个来的词 躲的词过一下啊 第一个躲之 道之 通过谐音的词 叫通过读音记忆词啊 躲之 闪闪闪 去外面吃 外面脚啊 避开避免 circumvent 绕一圈来 叫做聪明的 这种机制的躲避 避开啊 那反义词呢 一个是躲 那最好这个encounter 正好叫遭遇 他为啥遭遇 counter表示什么意思来的 counter表示的意思叫做 是不是 两个人表示一个相反的意思 其实所谓相反 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的感觉 咱俩嘛 面对面啊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那encounter就是强调叫这个 面对面反面嘛 咱俩对上了 他不是顺皮儿的 他是这种感觉 不是不是这样的 都是顺皮儿的 两个人对上啊 这叫encounter啊 这个遭遇啊 叫做遭遇啊 好了啊 那么这次到这里不说啊 我们看看啊 刚刚过去的50分钟 快速回顾一下啊 回顾一下啊 看能不能想起来啊 来 第一组词 septorinian 首先想想这个词根 是跟土地有关吧 土地下面啊 这个叫做地下的 地下啊 terrestrial 在地上休息的 在地上边休息的 这样他 叫做地球的 陆地栖息的 这个地球以外 叫做外星的 看台的 看看比赛 看比赛的土地 叫看台梯田 看台梯田啊 下雨后的 叫地势地形 在土里 没有在土里 对不对 叫做埋葬挖掘 在里面啊 是埋葬 在外面挖掘 potable 叫做drinkable drinkable啊 不要忘了它 edible叫做 它来自于 edible eat 叫做 可喝和可吃 可饮用 可食用 congesting 看这图片的名字 congestion名词 congestion 同时带来 一起带来 是堵塞 堵塞 看不能分开带 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印尖往里带进去 印向里 带到身体里面 就是intake 摄取吸收 gestation 是conceive 带来一个生命啊 gestate 就是conceive 怀孕 酝酿 这两个人是一组 一个是名词 手势 这是做手势 打手势 摆手势 摆手势摆字 gesticulate gesture overcrowd 也是人群过多 也是过于拥挤 过于拥挤的 好 这边第一个 evoke 喊出来 这个叫做 唤起 引起 唤起 喊到一起 是集合 大家喊到一块 集合 召集 revoque和irrevocable 这两个人看出来 这个变化有点大 把话喊回来 revoque my order 叫收回命令 收回撤销 这些不可撤销 不能撤销 不能取消的 equivocal 声音太像了 声音完全一样 就模棱两可 invoke 叫做 恳求 或者叫做引起 在前面喊 叫做激怒激起 激怒激 注意它的形容词 叫做provocative provocative 下一个vociferous 表示 喧闹嘈杂 fall的福特车 射水 福特车 在水里走 way的 韦德 也是射水 water 在水里走 都是射水 pro往向前 这个动作 等于prostrate 表示的意义叫做 俯卧的 第二表示 异于做某事 disposed to apted to liable to 来自于躺 往谁内方靠 就是靠着谁 就倾向于谁 你靠着国民党 就倾向国民党 靠着民进党 就倾向于民进党 janitor 清洁工 往下传 叫做传下一胶 传到了一起 转到了一起 叫复杂的盘绕的蜿蜒的 convoluted coastline revolved 它的名词 revolution 革命 就是反叛 能够转动 嘴巴不停地转动 滔滔不绝 跌跌跌不休 盘绕 缠绕 旋转 再次 沃尔沃 沃尔沃这个词 跟要旋转 躲之 闪 去外面 叫做 避讳 避开 躲避 规避 躲避 这是机制的 避开一些法律 就是耍小聪明的 这种避开 躲避 你叫他 好 看下边 往下 来第一个 叫做 feasible 这个词看一下 feasible表示的意思 叫做 可行的 这个其实不难 也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通考词 所有考试都通考的 一个词汇 所有考试都通考的 一个词汇 叫做 比如说 feasible plan 一个可行的 可行的一个计划 对吧 一个这样的 一个计划 一个事情 用它都行 那还有哪些词呢 你就是possible 还有一个就这个词 viable 我这讲过没 viable 他来学习来学位 能有路可走 这三岔路 想想走哪条路 ABC三岔 能走这条路 这边能有路 可行 行不就是行走吗 可以行的 叫viable 能独立生存的 有生存能力都行 否定词就是nonviable 就是不能生 无法生存 nonviable 无法生存 没有路可走 不行 他自己出国 他可不行 出国两天得饿死 人们叫不行 不能生存 无法生存 这个比较好记 这就来自于谁 他来自于practice 就来自于实践 这个词 能够实践吗 可以实践一下 可行 来自于practice 能实践的 practical 可行的 viable 可行 feasible feasible 它来自于谁呢 这个词根 其实还是来自于 谁 看出来 它来自于谁 还是来自于 做这个词根 able 是能吗 就是能做 你看feasible feasible 就来自他这半截 能够做的事 可以做一做 可行的 这个是一个不好记的词 但它是所有考试都通考词 从四级到gre 这个词都收进来 你背红宝书 gre里也有这个词 feasible viable 好 下一个单词 来看这两个 一个叫fleece 一个叫做swindow 写一写 fleece swindow 好 写一下 好 这两个单词呢 它强调什么样的片呢 其实之前我讲过很多片 我之前讲过很多片 很多片的词 它一般强调的叫做 to cheat somebody by overcharging overcharge 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charge叫收钱吧 overcharge叫什么 它不是说用言语啊 也不是说去勾引你啊 也不是说作弊 它讲的就是通过多收钱的方式 俗称东北话叫你被怎么着 宰了 能理解啥意思吧 你被宰了 就这意思 你买这东西 说两万五 实际上成本一百块 成本就一百块 南方可能叫什么 敲什么的竹杠 敲竹杠了 能解这意思吧 就是南方可能叫东北话 就是你被宰了 被敲诈 被骗了 好 那作为动词来讲呢 是一个极物动词啊 比如说 这个一些游客 被当地的一些商店 所欺骗 对不对 敲竹杠 你可以叫什么 叫做 some tourists some tourists have been fleeced by local shops 能解这意思吧 叫some tourists have been fleeced 用这词就行 被动以太 buy local shops 直接用就行了 那这个单词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意思 咱们那个生活当中 你买那个冬天来了 买那个羊毛衫 那个羊毛 就是这词 是吧 羊毛也是这词 知道一下 羊毛也是他 物 也是这词 那他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flee去记 一个脸 flee叫什么 是不是叫做离开呀 想想飞离吗 飞离 骗完钱就赶快跑 叫做骗完钱赶快走 一般说那种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呢 对吧 你买东西推车的 一般都是骗的比较厉害 因为他骑这个车 比卖糖胡闹 还是卖什么烤地瓜的 载完你就走 载完你就走了 fleece swindle这个单词 跟他意思相同 他俩是完全一样的骗 也表示什么呢 就是这种诈骗骗曲 诈骗骗曲 我们所说swindler 他加一个r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什么 叫做骗子 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骗子 作为动词同样 也是一个几乎动词 比如他们骗了他好多钱 对不对 这个叫做 they swindled him out of hundreds of dollars 不行 欺骗某人很多钱 这可以这样去用 叫swindle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 swindle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 骗曲某人 这个单词你可以通过谁去进呢 可以通过这个词 我们在以前四六级考试当中见过他们 一个是swindle 一个叫doindle 这俩你可以放到一块自己 一个就是被一次丢一次的骗 这钱就越来越少 叫做doindle 叫减少嘛 它来自于down这个词 这个咱们前面好像讲过 骗完 钱会越来越少 欺骗和减少 这是骗完就跑 欺骗和减少 上面这个fleece 是骗完就离开 逃离就跑 他俩都强调的是这种骗钱 骗钱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来读一下 叫glossy 这个图片有点冲击力有点大 glossy 现在明白什么叫glossy不 看这个位置 油光正亮 像喝了一碗香油一样 对 现在这个年代就是会抹 这叫什么东西 就是叫什么 叫什么唇膏的东西 是吧 我小的时候那个嘴啊裂了 你知道家里人都给我抹什么吗 就抹那香油 很小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90年代差不多 80年代末90年代那个时候 就是都抹那香油 就嘴都裂了之后 那时候也没有唇膏 抹的就是它 就芝麻油 这个gl开头的词 现在大家能理解 它为什么叫有光泽平滑不 能理解为啥叫有光泽平滑 能理解吧 这个gl开头的词 它就是跟什么有关 跟光的移动有关 它跟光的移动有一些关系 旁边写上这个词 glass 什么东西有光泽 glass 它跟glass一加的 gl嘛 玻璃 写旁边就行了 有的女同学 你看那个头发 是不是也是 特别亮 你看洗发水的广告 一定要把这个头发 弄得像反光镜似的 是吧 实际上你回家怎么洗 都扯淡的 也洗不了那么亮 那都是ps glossy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slick 看看它 slick和slick 这俩是一组 那这里面都影射的谁 影射的是sl sl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跟滑有关呢 下滑呀 下滑还是滑 是不是 还是一样 一个叫slick 一个叫slick 一个也表示光滑的 我们刚洗完澡的时候 是不是 这个身体都很滑吧 我们滑着呢 是这种感觉 这叫slick 抹完鸡蛋 身体特别滑 特别的滑 有的同学 你看刚洗完澡 在床上一翻身 被滑下来了 从上铺直接滑到地上了 因为洗得太滑了 第二个还可以形容什么呢 还可以形容人 圆滑的 圆滑 就是这人 这个油嘴滑舌 圆滑 油嘴滑舌 它这个词里边来哪个词呢 来自于这个leak这个单词 就是舔 是这种感觉 特别能舔的 有的时候小猫舔一舔 你看这样舔一舔 也很滑的感觉 通过舔去记 一个人特别能溜须派马 溜须派马的人 圆滑事故 一个表示皮肤的光滑 第二个 表示圆滑 很事故圆滑的 sleek slick sleek slick 好 最后一个词叫shiny shiny这个词 为什么叫有光泽 它是不是影射的谁啊 发光这个词啊 shine 对不对 shine这个词啊 好 把这几个滑的词 看看区别啊 第一个表示平滑的 东西很顺滑 丝般感受 很光滑 你看这个断面啊 丝绸 还有这种闪了光泽的啊 这叫glossy glossy啊 好 第二个呢 叫sleek slick sl跟滑有关啊 它第一个表示光滑 第二个表示滑溜的 第二个表示人 圆滑事故 圆滑的啊 下一个叫shiny啊 有光泽 啊光泽的啊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 看下边 然后这子是说完咱们再休息啊 把这个例句先看一下啊 so if you live in a cramped apartment 哎刚刚有讲过哦 要个中途激情啊 给我们给他cramped apartment 叫什么意思来的 讲过吧 说都塞满了 塞到那车里啊 狭窄的 狭窄的公寓 所以看看 其实这个语料都说了 大家现在上到25节课了 我觉得你看东西还是应该很兴奋的 只要你去看 就怕你什么都不看 那你感觉不出来 那你感觉不出来 如果你看一些东西 前面25节课 你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咱们讲的 就原来你不会的词 人家都是半字半的词 都是半字半的词啊 说那行不通 不可行 不可行的啊 好 下边啊 下一个啊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fow fleece 表示的意思叫做 人造的羊毛 但这个除了表示毛以外 第二还可以表什么 表示的意思叫做 欺骗 大家别忘了他啊 这个词注意他读了 读成fow 不要读成fow faux f-a-u-x 假的 人造的 这个是比较口语化的词啊 法语 artificial 把这个词写旁边 fow 这个词啊 写在旁边 人造的 都行啊 比如说fow animal skin 就这种人造的兽皮 fow 不要读成fow 这个词要空白书写一下 artificial 好 glossy 是吧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光泽 叫做光泽 光泽的 好 看下边啊 这次词诗完 有不少认识的单词 对吧 那就挺好 就你上这个课 得发现 这课真有用 然后鼓励 你身边的朋友 一定要买正版 给他买盗版 买盗版的话呢 那就不用你鼓励了 你一定要 鼓励身边的人 一定要买正版 好 第一个 garman garman 第二个garb 第三个garnish 第四个garish 这次词诗完咱们就休息 因为今天会压一会儿糖 来 第一个 gar这个词根 看一下 它表示什么 它表示是跟装饰有关 就是decorate decorate 但是还是那句话 你觉得上这个课真有用的话 你就推荐 你要觉得上这个课没用 那就不用推荐了 那还推荐啥 叫做装饰 叫做装饰 所以你看衣服什么特点 衣服其实的作用就是俩 一个是遮体 一个就是装饰 你看是不是就这意思 一个就是把关键部位挡一挡 第二个其实就是 起到装饰作用 它一般强调都是成衣 记住 garman的强调就是做好的 现成的 有的同学家里做服装生意的 可能很多广东的家里 那种有服装厂 是吧 叫做garment 就是成衣 garment这个单词呢 它表示什么 通过那个叫什么来的 垃圾去记 garbage garbage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有复习 一个半小时之前 一个半小时之前 咱们说过 那些清洁工穿的衣服 所以它一般都强调的是制服 制服 有指特定工作所穿的衣服 所以还是跟服装有关 一个叫garment 这是garb 像垃圾工穿的那种连体的 制服 有指特定人类 特定的人 穿的 比如说这个prison garb 这大家就能猜出来什么意思吧 prison garb 我们该怎么翻 我们所说叫什么 求服 犯监狱的服装 就是特定一类人穿的 好 继续来看下一个单词叫garnish garnish表示的意思叫做装饰 这个要看一下 它就取词根的本意 大家通过谁去记 你可以通过谁呀 叫做 这个garlic 大蒜 你这个大蒜就记一记 装饰 它一般就指菜肴的点缀装饰 一般也指这个 叫做菜肴点缀的装饰 比如说 a dish garnished with a slice of lemon 能听懂吗 a dish garnished with a slice of lemon 用一片柠檬 slice of lemon 柠檬 柠檬 所点缀的一道菜 用菜肴的装饰 一般用它 decorate肯定是通用了 对不对 但这个词一般多指 就是菜肴的装饰 居多 garnished a dish garnished with a slice of lemon 好下一个词叫garry garish呢 就是装饰过劲 它俩就差一个n 看见没 就差一个字母n 动词 带n的是动词 不带n的是形容词 叫俗艳的 就是有点装饰过度了 现在翻开你 20年前的照片 看一看小的时候的照片 是不是装饰过度 画着红红的嘴唇 大大的腮红 脑袋中间还点了一个大红点 是吧 这叫做 又艳 又俗 能理解吧 又艳又俗 就是very brightly colored in an unpleasant way in an unpleasant way 能理解就是我们说叫 showy and tasteless 看到这个英文解释 能理解过 showy and tasteless 能理解啥意思吧 叫做很炫耀 看起来又很没有品味 的那种 那种 那种装饰 很炫目很夸哨的感觉 比如说garish clothes 花蕾虎哨的衣服 你看有些衣服那种非主流的 弄的什么 左一个兜 右一个兜 八个兜 兜还颜色不一样 那种 你可以叫garish 就是用艳俗的感觉 俗艳的 那上面这是装饰 像垃圾 清洁工穿的衣服 就是制服 清洁工穿的制服 garment 叫做 还是叫做成衣 就是从事服装生意 一般叫garment 做这个工作 好看下面这三个单词 最后一个词叫做costume costume这个考研前两天 咱们说了 考研办的吗 咱们最熟悉的一个词叫cosplay 听过它吧 cosplay 有印象吗 叫做 啥来的 那个叫做什么来的 这脑子翻不过来了 cosplay叫什么意思 这个叫 这个叫 角色扮演 二次元 你们所说的 那这个就是穿戏服 有一天跟格一上课 你会发现 比如说穿了一个美少女战士的衣服 或者是穿了一个唐三藏的衣服 那这就是戏服 花钱很多的 好 上面这个单词attire attire这个单词 一般强调的是盛装服装 你看这周日 我的课就 就不能上 对吧 因为跟格要飞到厦门参加 金鸡奖 对吧 金鸡电影节 最后做给那个女主角颁奖 那时候穿的是什么呢 穿的是盛装 盛装穿起来会非常的累 attire 对不对 你通过他去想一想 attire 穿起来非常累的 叫做服装盛装 attire attire 好 看下边 第一个单词叫做apparel apparel叫做正常的 我们叫服装 他跟appear是同源 对吧 appear 想想他 出现的时候你外表 咱们说这个 看一个人的时候 你看先看先看外表 对不对 看他的这个穿着打扮 叫做apparel 美国有个品牌 服装品牌叫AA 就是American apparel 用着这个词 加州的一个品牌 在三里头原来也有店 就叫服装 apparel是appear 穿起来很累的是盛装 下一个 对不对 下一个叫costume 又去奇葩说 有同学说真的假的 你觉得呢 我要去金鸡奖 当然是 搞了bility了 是吧 服装 拉梯 清洁工穿的 清洁工穿的 这叫做制服 制服 下一个 这叫做装饰 装饰过劲 就是俗艳 俗艳的 这个服装 盛装 还有西服 好 我们上个厕所吧 休息三分钟 今天会压15分钟左右 不压糖 来听一首歌 来听一下我当年的一位偶像 偶像之一 啊 灯光墙上剑走天涯 开一开世界的繁华 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 如今你四海为家 能让心灯的姑娘 如今已悄然无所谱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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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翻唱或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 celebrating the Product of the United States 二海 成长的本人 文房 决定 父亲 编户 制作人 hard 我看你们这都听过呀 我看你们这都听过呀 选秀歌手这几年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梁博 非常喜欢梁博 选秀歌手里面 选秀歌手 现在 我发觉我让你明白 我梦没依旧 是真爱和自由 想带上你一次吧 你走最遥远从真 我睡觉我最喜欢的 我睡觉我最喜欢的 好了 三分钟已到 我们继续 李宗盛周传雄也非常好 那肯定了 那都是老一代音乐人了 对吧 好 我们继续 听李宗盛的00后 可能真的还是 可能不是特别多 应该也 这看来是情感非常丰富的 非常丰富的才行 林子祥好吧 林子祥 说林子祥的同学 我是不是应该叫你叔叔 是不是应该 林子祥都是 我还没出生那个年代 我刚出生那个年代 80年代前期早期 80年代初的时候 非常红的歌手 好 我们继续玩来看 看下边 来第一个Vogue 这个杂志大家有听过吗 这个杂志有听过吗 Vogue叫做时尚 叫做时尚 这个杂志大家也会有机会在什么 理发店其实都有 但他一定要跟谁注意区别呢 跟这个Vague 这俩是要注意区别 Vague我在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模糊 对不对 模糊一个模糊一个是时尚 这俩别混了 Vogue Vague 时尚大家以前学的比较简单的词 就是说fashion对不对 这样的词 另外在专吧当中还有这个词 英专的同学看一下就是Fed Fed这是一个比较口语化的词汇 这个比较口语化的词汇 其实Fed就是fashion 你看S跟D是不是一样的 看是不是S和D其实是一样的 他俩其实是一样的 也是名词时尚 Fed Vogue 把这两词放在一块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来 第一个 Vague 这比较偏生活化的词汇了 来 生活里面的词了 来 有脱发的同学 脱发迹象的同学 记一下这几个词 第一个叫做Vague Vague Vague表示叫做假发 女用的这种假发 各种各样的 就是你们都知道一个品牌 叫Rebecca 那个品牌 Oh my God 买它 Rebecca真的很好用 非常自然 都是用真头发做的 你看一下他 Vague ParaVague也是一样的 叫假发和戴假发 戴假发 这个男同学期 他专门指的是男生戴的假发 叫做To pay To pay 你谐音可以记一记 就是To pay To子专配 简称To pay To子专门配的 叫做To pay 这个是男生用的假发 叫To pay 听听了吗 女用的一般长头发的 可以用Week Week ParaWeek Week ParaWeek To pay 所以会说就行了 也是因为他口语 还是写作翻译 都这一个词 哪个牌子好 就Rebecca 我觉得还不错 范冰冰代言 在当年 好 来看例句 来看例句 说A dressmaker In Manhattan's Garman District 在曼哈顿的服装区的 这个裁缝 Garman 一般强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个成衣 叫做成衣 好 下边还有谁呢 就是我们所说叫做 叫做A week 看到吗 说 Who tried to persuade her To wear a week 所以戴假发用哪个词带 用这个词 看到吗 用Week这个词来戴 戴假发 用穿这个词 Week 注意它的一个搭配 Weer a week 就好了 这样我一说 马上就写出来 这个聪明的同学 马上就会写 Weer a week 这个马上就写旁边 你下次知道怎么表达了 戴假发的戴 用他就写 After their marriage 试图说服他在婚后 戴上假发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面 下一组 走来第一个 叫做Kit Kit表示的意思叫做装备 大家看 一般可以强调是整套的 这种骑行装备 可以用它 把这四个词写下来 第一个叫Kit 第二个词叫做Outfit Outfit 第三个Gizmo 第四个叫做Gadget Gadget 看一看这几个词汇 好 第一个词 叫做装备 或者叫做工具都行 这个工具 写下来了吗 不要写汉有意思 刚报名的同学 它这个工具 一般强调的是成套的工具 我们在生活当中 没有这样的工具 就是一打开这个小袋子 里面什么 修手指甲 修脚指甲 掏耳朵 挖鼻子 修睫毛 然后什么 就一打开是一套的 满清十大裤型工具 都在里边 全套的工具 我们叫Kit 听懂了吗 全套的工具 我们就可以叫做Kit 第二个呢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装备 这个一般是美式当中 会用的比较多 运动的这个装备 成套的衣服 你可以用它 比如说Sports Kit 能里边Sports Kit 就是我们说的 叫做什么 叫做运动用品 衣服 一套装备 你会用它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Outfit 跟它意思一样 写上 Outfit这个单词呢 也是表示我们说叫做 成套的装备 成套的 一整套的工具 比如说Bicycle Repair Outfit Bicycle Outfit 这怎么理解 Bicycle Outfit 这个大家就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就是这种 自行车的Repair Outfit 修车的全套工具 加一个 Bicycle Repair Outfit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两个它表示 成套工具的时候 是一样的 自行车修理的 成套的工具 但它还有第二层含义 你还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全套的服装 你用这个词也行 它可以指运动装备 运动的装备 这个Outfit 还可以指成套的服装 比如说A Wedding Outfit 你看这种 一套婚礼的礼服 可能包括了什么 上身下身 然后这个 它们还有什么领结 就全套的 全套下来的 一般会用它 这个也指导一下 Kate Outfit 你通过Wat Out去计计 外出适合的 外出一定要带一整套的工具箱 通过它来想一想 好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Gizmo Gizmo Gizmo表示的意思叫做 小玩意儿小发明 在考研当中考了 问你这单词什么意思 同意替换的 就是这词 同意替换的这个词 Device还记得它吗 还记得它吗 Device表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装置 对不对 小设备小装置 小设备小装置 Gizmo这个单词 它和Gadget 你可以放到一块 Gadget表示的 一般也强调叫小发明 这个是一个 下边这个词是一个英式的 我当年 这有一个动画片 是197几年的英国动画片 叫神探加杰特 那大家可能 就肯定应该是没看过了 七几年的动画片了 叫做神探加杰特 那个动画片里面 就讲到一个神探 它的胳膊可以变成什么 螺丝刀 降落伞 开锁工具 手电 它变的东西都是小工具 因为这里面 它这个ET 是表示小的概念 是表示一个小的一个概念 还是小的东西 小玩意儿 小工具 叫做Gadget 叫做Gadget 这两个没有展开的词根 你看词原字典上也写的是词原不祥 把他俩放到一块吧 同一词你写一个简单一点词 就是我们说叫Tool 把他俩放到一起 第一个叫Gizmo 第二个叫做Gadget Gizmo gadget 放到一块 小发明小玩意儿 第二个是小工具 什么螺丝刀 班子 就是外出适合的 叫全套服装 和全套设备 Kit也是工具箱 一整套的这种工具箱 我们可以叫做Kit Kit 好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叫做Balmy Balm Ointment 这两个下边这个图片 在超市里买过吗 或者淘宝的时候 买过它吗 重大节日的时候买过这个词吗 木瓜膏吧 下次的时候注意一下Ointment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用的这种膏 软膏 一般会用这两个词 你懂了吗 没见过 有东西可能会用 女同学可能会用 这个叫做澳大利亚的万能膏 就是这种东西 干什么用 反正说什么 你烫伤 蚊子叮咬 反正什么都能用 但是我那个时候去澳洲买了四瓶 最后一瓶都没用了 生生给放的都过期 最后扔掉了 这可能是因人而异吧 这个是泰国 泰国一般买这个东西 去泰国一般买它 去澳大利亚一般买它 叫做Balm 油脂为了阵痛 缓解疼痛消炎用的这种软膏 阵痛软膏 我们叫Balm 你可以通过手掌去记同学们 听清了吗 通过手掌记一下 就是往手掌上 抹这个软膏 那抹完之后咱们都知道 就是怎么样 这个地方就不那么疼了 所以这个起到一种缓和的作用 那这个形容词就翻译成叫温和 比如说A balmy weather 对不对 一个非常暖和的天气 明白了吗 非常暖和的 温和的一个夏天 很暖和的夏天 和春天 这个你可以叫做Balmy A balmy day 用它 所以先记这个名词 往手掌上抹软膏 阵痛用的 抹上之后 起到一种缓和的作用 所以形容天气 就是温和 这个一般形容天气的温和 记住 你背高级词汇 B字母能看到 8米 Ointment Ointment跟它一样 它前面来自于Oil 油这个单词 抹完 你看是不是 这个嘴上抹了一层猪油 猪油一样的感觉 很亮 很油 Ointment 来自于Oil这个词 来自于Oil这个单词 好了 把这两个词读一读 它是重点 Balm Ointment 叫软膏 油膏 加Y之后 不疼了 叫做温和 温和的 温和的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词 叫做chafe 读一下它 chafe 明白什么叫擦热擦疼 明白了吗 什么叫擦疼 擦热 这个就叫做chafe 叫做chafe 看这个图片 我画圈的这个位置 把它写下来 把它写下来 有点太疼了 说看着就疼了 好 下面还有同一词 表示摩擦的词 abrade abration和abrasive 把它写完 写完之后讲一下 abrade 动词 abration和abrasive 首先看这个chafe chafe作为动词 它急物和不急物都行 急物和不急物都可以 都可以 比如说这个领子太紧了 把脖子都给磨的 磨了 有的时候我们说 这个脖子 这个领子 如果很硬的话 就磨你的脖子 把脖子都磨红 生活当中 大家能理解这种情况吗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 the collar was too tight and the chaffed her neck 能理这个意思吧 叫做 the collar was too tight 领子太紧了 and the chaffed her neck 把它 这里面给磨 有时候咱们说 鞋磨脚 chafe his feet 把他的脚都给磨了 明明42的脚 非得穿36的鞋 这脚都给磨坏了 用它就行 好 那接下来我说 怎么去记它 这个单词呢 实际上 它前半部分影射的是 你看叫擦热擦疼 对吧 chafe his nipples nipples 这两个都给磨了 它不是磨一个 是吧 那你看一下 这里边呢 它其实影射的是calorie calorie叫什么意思 calorie叫什么意思 它前半部分 这要通过词源解释 这个是能解释得了的 是表示跟热有关 卡路里嘛 而fe呢 它其实还是影射的是fact 就是calorie fact 做得很热 我们生活当中 你看这这点脑这么磨 一直这么磨 有个人写字也是 这样磨磨磨 下课发现手磨破了 这个叫做磨热 做热 叫做擦热擦疼 擦热擦疼 好 看下面这个单词 abrade abration和abrasisa 它是一家的 rad和ras 这个词根 为什么跟摩擦有关 rad rs 咱们学个最简单单词 其实就是这个词 叫做erase 告诉老师 这个词叫什么 是不是叫擦除抹去 这个词根不用硬记 对吧 你看擦除抹去 这是跟raise 就是跟摩擦有关 ab这里边 取第一个意思了 比较加强 它还有一个 更常用的意思 叫远离 away 这里边取得加强 你看加强摩擦 这就是我们说 东西的磨损 比如说把机器磨坏了 对吧 把膝盖擦伤了 abration 就是玻璃盖卡 屠鲁皮那个位置 你就可以叫做abration 对吧 就可以叫做abration 擦伤处 磨损的擦伤的 abrade abration和abrasive 这次啊 你记住词的时候 脑子里一定要想谁 一定要想橡皮擦的擦 你就能记住 你要不看这词 肯定记不住 因为橡皮擦嘛 这跟擦这个动作有关 加强擦 就叫磨擦 看到了吗 就是擦伤磨擦 这也是擦伤的 磨损的 上面动词 波浪盖摩擦了 所以这里边 你可以看到 这种擦热擦腾 擦热擦腾 好来把这个例句 可以看一下 说 their beautiful range of women's kit is now exhibited 他们这种精美的 女士骑行装备 他可以表示运动的 这种骑行装备 用这个词 看在这个例句当中 看这个题目吧 骑行装备 在例句当中 所以这个是来自文章里的 就给他翻译了 这样的一个演展 根据文章呢 就发生骑行装备了 cycling kit 咱们骑行装备 可能会带护目镜 会带什么手套 带穿这个裤子 和衣服 什么样的衣服 还有鞋 就整个一套的 装备 你叫kit 或叫outfit都行 outfit 好第二个词 叫做a balmy summer day 脑子里先想想 想bomb 往手掌上抹香膏 抹完这个阵痛膏之后 就缓和了 叫温和的夏日 温和的夏日 下一个词叫做chafing 对不对 chafing 没人想让他们被 怎么的 想让他们被chafing chafing叫做插伤 还有这个安窗 saddle 就是骑行车 咱们都有过这种经历吧 骑车的时候 把大腿当这个位置 给磨破了 有过这种经历吗 太胖的同学 骑车骑车 发现大腿根的位置 最后被磨得火辣辣的 最后发现 一看裤子磨坏了 被车座给磨漏了 这叫做saddle source 暗窗 还有这种浑身的不舒服 浑身的不舒服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 记得的打一 忘记的打二 记得的打一 忘记的打二 这三个都能想起来吧 Commodious 正好一个半小时之前 我带你复习了 宽敞的 这是建坤老师家的照片 直接给曝光了 建坤老师家的照片 Commodious 是accommodate 能提供很多人住宿的 spacious 来自于宽敞 来自于space space cram的叫做狭小 集在一起的 狭小的 狭小的 好 那我们继续往来看 看贾坤老师的背影 我给曝光了 把贾坤老师背影曝光了 不管了 发现他高不高兴 给他曝光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这个动作 叫saunter stroke amble 和 remble 把它们放到一起 叫做漫步 闲逛 漫步 闲逛 好 等会写一下 好 首先看这个stroke stroke可能是最常用的 是最常用的 那这个通过谁 你记住在哪去闲逛 在街上 明白了吧 街上 row叫滚吗 在街上 滚动 在街上逛游 在街上逛游 这叫做散步 go for a stroke 每天晚上吃完饭 大家出去走一走 只要没有万词班 饭后百步走 能活99 在街上去转游 好 amble和remble 这俩是一组 看出了没 它俩一样的吧 而r呢 其实相当就是re 就再一次漫步 发现没这词的造词 但是由于这个前缀和谁 和这个amble 组合在一起 一个原因就行了 所以就不用它了 其实再一次走 还是走 它俩的区别就是amble 强调的是正常的漫步 徘徊 而remble强调的是 乡间 树林间的漫步 在花里走 所以通过联想去记一记 一个是走 一个是在花里面走 一个是走 一个是在花里面走 比如说造一个句子 说we ambled down to the beach we ambled we strode down to the beach 一样跟straw 就是什么 我们漫步走向海边 那里边 我们漫步走向海边 这个单词 它其实跟谁是一家呢 救护车的前半截 什么叫漫步啊 还记得这个前缀吗 amby 我说这个前缀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做周围啊 昨天讲的 是不是叫周围 环绕周围嘛 它第二个意思叫做二的意思 你想一想 那个救护车 ambulance 所以也是四处来回转用的 什么叫漫步不也是转用吗 大家能了解吧 它是来自这个前缀 就是跟走相关 来回转用 没人说漫步的话 漫步到美国了 不可能 漫步一般都是在周围转用转用 所以散步的这个行为 所以通过ambulance跟它同源啊 在周围漫步啊 那就AR你可以想象 Rural也挺好 非常好 这就通过联想去开的脑结 帮你出击 在乡间漫步 农村的乡间去漫步 在花里面漫步都行啊 好 第一个单词叫做saunter saunter saunter这个之前 有没有给大家讲过 那个姑姑 那一大组词 里面有个aunt 通过它去想一想 八大姑姑讲过 前面加一个s 寻找过s 你可以想一想search 去寻找姑姑啊 在街上去 寻找姑姑 漫步 闲逛 这个后面会再讲一次 你先把它记一下啊 叫saunter 寻找姑姑 或者走s型路线的姑姑 这就跟走有关 漫步 闲逛 这是在街上走 这是ambulance 救护车一样 来回转悠 在周围漫步啊 在花里面漫步 相间漫步都行 好 我们继续玩来看 今天我说了 压一会儿糖 咱们多讲一会儿啊 来第一个叫做peace 看这词啊 peace marrow essence essence 还有core 首先看什么叫骨髓 明白了不 明白什么叫骨髓了吧 这有图上展示出来了啊 你看 马里奥 骨髓烤骨 烤骨髓 很好吃啊 一会儿咱们吃点去啊 下课 好 那他怎么去记它呢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通过狭窄去记 啊 从个狭窄 narrow去记啊 就是这个骨缝里 很窄的地方 你这样想一想啊 很窄的地方 那个骨缝有的时候 会拿个吸管去喝吗 作为一个行进词去记 狭窄的 而上面这个peace 那个词呢 他通过路道路去记 啊 通过peace 通过path去记 你记住 narrow path 把它串击到一块 narrow path 狭窄的道路 有精华精髓 啊 narrow piece 把他俩串到一块啊 一个是窄道 狭窄的道路 现在骨缝里嘛 骨髓里 狭窄道路有精髓精华 精华的部分叫peace和marrow marrow还表示什么蔬菜 就是吸葫芦 也是这个啊 看咱们有没有学农学的啊 说学厨师的啊 吸葫芦也是他啊 对 以前就是拿那个吸管嘛 把那个骨髓给吸出来啊 狭窄的道路 narrow path marrow piece essence叫精髓本质啊 那他其实的形容词是高中和四级里的词 有见过他吗 高中四级里的词叫essential 是不是叫本质的 本质上的 那essence名词形式啊 形容词旁边这名词就能记住啊 什么一个事物啊 的一个精髓 一个本质啊 你可以用这个词啊 the essence of the matter 这个事物的一个本质 这件事情的一个本质是什么什么啊 好 最为一个core是核心 这个咱们看手机电脑上都会写它 对不对 核心这个词啊 core seer 好把这两个词记一记 前两个词是两个难度较大的词 但这两个词建议大家通过一个行进词的对照去记 narrow path 看这两个词记住两个精髓 狭窄的道路有精髓 看他就想 marrow 这是peace peace后面会再讲一次啊 会讲他形容词的时候会再说一遍 先记住啊 精华的部分 古髓精髓啊 好下一个单词叫做num 啊 num num叫做麻木的 看就是被冷冻了之后的状态能理解吧 这叫做lose your consciousness 第一个啊 就失去知觉了 第二个就表示情感上麻木 对吧 你看当你跟你前人分手的时候 有没有把他直接拉黑 不用拉黑 把他的棚子圈啊 还给他可见都打开 啊 就让他看你离开他之后怎么会越来越好 啊 要比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要好 啊 对吧 这就是你不爱他也不恨他啊 就是对他已经麻木了啊 不爱也不恨啊 麻木了啊 这个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一个数字去记 就通过number去记 啊 对于通过数字去记 我没拉他钱把你拉黑了 是吧 对于数字已经麻木了 number呢 啊 number呢 有的同学银行账户里多五亿和少五亿啊 已经看不出来了 没有什么表情 波澜不惊 数字麻木啊 就要知道啊 他的名词形式后面加NESS叫nominess啊 叫做麻木啊 好 下面这个单词叫做Aesthetic Anesthetic 这叫麻醉剂啊 我们学一的同学要知道 一个叫做local 第二个叫做general 叫做local anesthetic和general anesthetic 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局部麻醉 比如说你那个叫什么 拔牙的时候 大家都有个经历吧 拔牙就是局麻 拔牙就是局麻 那全麻就是general 啊 全麻和局麻 啊 这个词怎么去记他呢 他的后半节叫Aesthetic Aesthetic他表示的意思叫做 美学的审美的 美学的审美的叫Aesthetic 前面加了一个an 啊 an和a是一样表示否定 就是没有任何美感 就麻了 麻醉 一个是美学啊 不美的 没有任何美感的东西 看什么都不美 麻醉 麻醉剂 麻醉剁 麻醉剁 那当然重点还是上面这个单词 啊 还是上面这个单词啊 叫做nom这个单词 啊 对于数字麻木啊 nomnumber nommember 好了 看看这个例句啊 他怎么说的 他说 叫做banbo piece 啊 竹声 就是这个竹子的核心部分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啊 叫做啊 piece 骨髓用哪个词 骨髓用的是 想想通过narrow去记吧 就是morrow 狭窄的道路 狭窄的道路有骨髓 想用吸管吸的啊 好 你看这里面这个表达能不能看懂 对啊 就是mala sauce mala sauce a popular spicy and mouth numbing Chinese sauce mouth numbing 这个能理解什么意思啊 这个端语能看懂吧 mouth numbing 这个并没有发音啊 没有发音啊 mala sauce a popular spicy and mouth numbing 就是让你嘴唇发麻 麻嘴的啊 中国的这种酱料 麻辣酱 中国酱料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叫做jote 来读一读 一个词啊 jote 这一组都是行进词 也是写下来 一组行进词 写下来 啊 jote moat dote boat coat 好 你看这个是在石子路上的 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 颠簸摇晃 颠簸摇晃 比如说 the bus jolted the passengers severely when it's driving on the rough road 能理解这句话吗 the bus jolted the passengers badly severely badly when it's driving on the rough road 能理解这句话吗 就是在这个 崎岖不平的路上开车的行驶的时候 这车呀 把乘客颠簸得很厉害 the bus jolted the passengers severely 这个叫做jolt 颠簸摇晃摇动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moat moat表示脱毛换羽 对吧 脱毛换羽 换羽毛 脱毛 先把这一会儿再说怎么记 先把这些词看一看一下 这个moat怎么去想它呢 就通过木熬毛去记 你看这一组词就是手字母不一样 发现吗 就是手字母不一样 就通过木熬毛 木熬毛是脱毛 木熬毛是脱毛 dolt叫傻瓜 他来自于选道 道是比较呆的迟钝的 呆呆的是傻瓜 他不要跟谁搞混 不要跟逆爱搞混 逆爱这么写的 来混淆的 看一眼 逆爱是这个词 逆爱是他 dolt是傻瓜 木熬毛脱毛 道呆呆的 原因变化了傻瓜 这个叫做为什么叫吉陶 这在雅思里面都有 考研雅思里面都有 这大家想那个 亚美加的短跑名将 叫做博尔特 就是他吗 就是boat 名词有闪电的意思 boat 他本身就有闪电的意思 第二个还表示叫做逃走 夺门而逃 逃跑 波尔特跑得快 这就跟跑有关 夺门而逃 急逃逃走 急逃逃走 记住博尔特 从他名字去想一想 他下一个单词叫做code code通过喊去记 叫喊 叫做小马 小马君 他这个关键点 其实在于他形容词 就是形容词的话 表示什么呢 表示叫做 小马什么样的感觉 不积的 不积的 难管束的 code 他的形容词是关键 把这几个词过一过 第一个就punning 第一个再来一句 木凹毛是脱毛 dote 呆呆的是傻瓜 博尔特 叫做急逃逃走 喊叫的call code 就这种 不积的 桀骜不驯 这个j代理通过想象旅行 旅行的时候 坐公交的时候 旅行有颠簸 来一遍 旅行有颠簸 木凹毛是脱毛 脱毛 呆呆的是傻瓜 博尔特是夺门而逃 喊叫的cote 小马 像小马一样的 马的特点 你驾驭不了 难以驾驭 就是这意思 不好驾驭 不好驾驭的 好 下面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joggle joggle表示摇晃摇动 这个动作 大家看 比如说你说joggle something 就是这种感觉 能理解吧 轻轻摇晃 这边忘情水 轻轻的摇晃摇动 摇晃的红圈背 是吧 它这个来自于 来自于joggle 就是跑嘛 慢跑这个单词 所以也是来自于 颠簸摇晃 这个概念 摇晃颠簸 因为来自慢跑 jogging 咱们在健身房 跑步经常能看到这个单词 我们常说go jogging 平时每天跑一跑 跑步的时候 这个动作 颠簸 摇晃 他一般讲的是轻轻的 一般则是慢慢轻轻的摇动 好 这一组形容词要给自己讲一遍 不要走神了 最后坚持一会儿 毛是脱毛 呆是傻瓜 波尔特是急逃逃跑 他表示门栓 就是门上的插滑 门栓 喊叫的小马 旅行 journey 有颠簸 颠簸 好 来看这几个词 第一个叫做impaire 看看他 impaire表示的意思叫做损害 这个通过谁记记 就通过 repaire去记 你通过repaire去记 repaire叫做修理 对不对 impaire你想想就是没法修 通过他去想想 没法修理 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损害 他在这儿相反 简单一点的同义词 就是我们说就是damage 当然这个非常简单的词了 对不对 就是damage这个单词 damage这个单词 好 那我们来继续玩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vandalism 跟损坏迫害有关 现在那个香港 香港那些人 就叫做vandalist 他是来自谁呢 就是汪达尔洗劫罗马城 把城市的所有的东西 都给破坏了 是来自汪达尔人 是来自这个意思 就知道 叫汪达尔人的作风 就是破坏公共财物 是来自于他 因为vandal本身就是 我们说叫做破坏公务的人 名词vandal 通过谐言记记 就是完蛋 完蛋的人 这帮人完蛋 有指破坏公务者 是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城 而得名 所以管这类人 叫做什么呢 叫做破坏公务的人 读一读 vandalism 这个是对于事物 性能上 性质上的一种伤害损害 那这个第二个呢 vandal是对于公共财物的破坏 知道一下 vandalism weakened 这个比较简单了 削弱 dent dent这个词 大家脑子里想谁呢 想牙医那个词叫dentist 这听过吧 dent本身表示的意思叫做凹痕 或者叫做 呲 咱们说那个坑 就是这个词 名词能力吧 比如说说 呦我这门上磕了一个凹痕 看咱们开门的时候 有印象吗 通过牙医去想一想 你比如你牙掉了一个的同学 你看牙掉了的同学 所以这样有一个坑 有一个尘 你都没了吗 他就凹进去的感觉 门牙掉了 就凹进去一块 所以这个词 它本意又表示 我们所叫做 坑 我们所叫做凹痕 比如说你一开门 创墙上 创电杆子上了 就磕一个坑 那作为动词来讲 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 叫做削弱 表示的意思叫做 dent是一个动词 这个是在托福 和同一体 托福和那个GRE档中考 减少写错了 削弱减少 我先改一下 削弱减少 削弱减少 名词是刚才说了 名词是表示凹痕 凹痕的意思 比如说 削弱他的信心 你可以叫什么 叫dent his confidence 但这个词比较难了 dent his confidence 但你就想想 那个牙医 牙掉一颗肯定是贬义 这样去记 牙齿掉一颗 那是贬义 削弱减少 汪达尔人 破坏公务的人 vando 这些人 咱们玩那个什么 vando射手 那是破坏的 不能修理的 还是损害 损害 好 继续玩家来看 看下边最后两组词 来第一个叫做weird weird eccentric whacky and earthly 这叫做weird 这是一个口语话 常常常见的词 口语词 口语当中比较常说的词 叫做奇怪 古怪的 形容这种东西 很反常 it's weird 对不对 他的这个weird behaviors 对不对 言词上 行为举止上的奇怪 就weird 大家可以通过谐言记忆 就污耳朵 你这样想一想 一个人没长耳朵 你看起来就会很奇怪 奇怪 第二个叫excentry 看他 他这个词来自于谁 来自于中心 这个词 他也形容人的奇怪 怪人 EC是来自谁 是来自于EX变形 看出来吗 就是脱离中心 在学校当中 你看有一个人 你们宿舍里 早上第一个走 晚上最后一个回来 都熄灯才回来 从来没见过这人 现在都已经大三了 前三年 没见过这人长什么样 这个叫脱离中心 这就叫做怪人 形容词就是奇怪的 只知道这住个人 但这人是谁不知道 从进学校 入校那天开始 到现在没见过这人 奇怪 脱离中心 脱离中心的人 下一个单词 叫做wacky wacky表示的意思 也叫做古怪的 或者叫做荒诞的 fantastic wacky 也形容我们所说 叫做古怪的 疯疯癫癫癫的 都行 比如说wacky ideas wacky ideas 这种很可笑的 很荒诞的想法 都行 也是想到是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下一个词叫unearthly earthly 是不是叫做地球上 在地球上的吧 对不对 就叫做地球上很平凡的 那unearthly就是不平凡 就是不平凡 不平凡 那个wacky 它实际上是来自wack 这个单词 wack本身表示的意思 叫做重击重打 这个词 它的一个衍生 表现想 打破常规 是来自这个意思 打破常规的事情 就是反常 很荒诞 很荒诞的 把这几个词过一下 第一个叫做weird 无耳朵 一个人没张耳朵 很奇怪 超自然 你想那个外星人 可能没耳朵 weird 脱离中心 这个叫怪人 行为举止的怪 穿着不行 只能形容人的怪 形容人的怪 wacky 古怪荒诞的 wacky ideas 大家还记得这三个词吗 通过它去想一想 wimsy wimsy 这三能都能想起来吗 都能想起来吗 怎么去说 害语怎么说来的 想法 怪想法 奇怪的 你要熟了 放到文章里出现 一个就能记下来 那你不熟 就得同时出现 能记下来 所以必须要熟啊 多读一读 所以他考试的时候 比如说看文章 不可能这仨同时出现 那不可能 但出现某一个的时候 你能反应过来 看了一个 马上三个都能想起来 就行了 这是地球上没有 也是超自然 超自然的 好了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 叫billow billow表示叫做巨浪 就是叫huge waves 大浪 第二个呢 就是tsunami 海啸 像这样的名词也是 作为认知 认知就行了 billow作为动词来讲 就表示翻腾 巨浪的这种翻腾 它这个单词来自于谁 来自于billow 主要的技法 是billow 巨浪把一个人 拍在下面的感觉 你可以通过他去想一想 通过他去记一记 billow 要是海浪 巨浪特别大 会把船拍在下面 billow billow 把船拍在下面的浪 这叫做巨浪 tsunami 这是日语过来的 是吧 叫做海啸 海啸 对 日语过来的 好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今天呢 我们内容会稍微多一点 比平时 但大家还是要加油 老规矩 10点 有打卡 大家还是要积极参与打卡 一定要积极参与 让那些不来上课的 看看你们有多么优秀 有多么优秀 然后明天早上 明天周五没有我的课 周五没有我的课 那大家呢 可以尝试把 232425 可以尝试把这三节课 再来一遍 明天没有我的课 但是今晚和明早上呢 一定要正常去做 那可以把232425 再过一过 刚刚报名的同学呢 把之前第一节课内容补上 看看第一节课老师做强调 特别是做 怎么去做笔记 多去讲单词 不要背 多讲单词 不要背单词 然后我们周六下午的15点 30再见 周六下午上课 周六下午再见 拜拜